在美国没有车子就像没有脚一样非常不方便 汽车是美国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 开车也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有机动性 只不过马路如虎口一定要注意安全 AARP在南加州华人社区举办了聪明驾驶的中文班课程 从开车技术 交通最新法规 还有汽车安全设备等等方面 来帮助华人朋友能够温故知心 能够活到老 开到老 美国公路四通八达 周际公路 高速公路 快速道路 连接着东南西北 公路上到处可见汽车 带着你我走透透 时宜住行 遇了大小事 少不了它 根据2014年统计 美国汽车和卡车的总数 超过2亿5300万辆 美国人口只有3亿1800万 平均每1000人就有797辆汽车 数量非常的惊人 我来美国40年 开车差不多38年 轮离我开车已经有30多年 这美国开车也要20年了 Teresa和谢先生开车的老手 不约而同在AARP举办的 Smart Driver 聪明驾驶课程 喜相逢 背后原因大公开 年纪大一点 更要小心 因为手脚比较不灵活 所以来这里上课可以再多学一点 然后这个新的规定 我们就老师教我们 我们也知道 AARP是最大一个投资 就是在这个课程方面 因为AARP本身是一个non-profit 所以能够给社区服务是很重要的 所以像我们这门课的话 有差不多有39年的历史了 到目前为止 所有毕业的学生 差不多有2000万 聪明驾驶课程行之多年 加会了民众不说 季老师开讲 风趣幽默 展现中年大叔的魅力 中文发音亲切感十足 课程安排有课本 有影音搭配很简单 透过影音代理深入来了解 我们年轻不需要吃什么药 但是到某个程度之后 我们要吃药 每个药都有不同的反应 都有不同的反应 所以我们对这方面需要了解 那么我们视觉方面不好 听觉方面也不好 行动方面也不好 所以同时我们在课程里面 教大家很基本的运动 稍微能够把筋骨稍微活动一下 这样的话你开车也比较灵敏一点 驾驶人身体的状况 开车很重要 重要的还有拜科技和创新所斥 汽车推陈出新 安全气囊 GPS 卫星找路 蓝牙无线等新设备 也不断地出炉 上至迹90年代的车子 跟现在的车子差很大 连安全设备大不同 开车上路 全面了解安全的设备 季老师表示 一般华人开车很小心 但是交通规则连年有变化 一不注意就被警察盯上了 停车的时候 你车子要全部要停下来 你假如轮子还是稍微有一点能滑动 我们这个叫Rolling Stop 我过去六个月里面 有三个学生告诉我 他们吃了这个Ticket 他的罚款费是600块钱到900块钱之间 不要跟荷包过不去 因为美国各城市闹穷 警察开单特别的认真 开车手法还不够 还要注意安全 你不撞人 别人可能会撞你 我们一般叫3 second rule 保持三秒钟的距离 三秒钟的距离 那么这个距离 当然车子速度越快的话 这个距离越高 速度短的话就是越越小 所以这是一个Safety Measurement 保持距离 以车安全 不过华人学生反应 年纪大了 换车道会怕怕 季老师有妙方来分享 叫我们换线叫LANE L就是Look at the mirror 看看后面 有没有车子在你旁边 A active the signals No zone No the blind zone 换车说死角方面 然后第四步就East to the land 牢牢记住 一张CD有13个单元 每个单元短短的几分钟 美国交通专家现身说法 和民众亲身体验 简单易懂ARP精心的设计 还配上中文字幕来帮助华人 季老师八年来担任中文讲师 当年只想帮助邻居 却无心插流柳成英 帮助相亲 用中文来沟通 那么大家有很多问题 也可以很随意地能回答的话 那不是太好了吗 所以这是我刚开始的一个motivation 我第一门课是差不多2011年8月 在Earvan开的课 那时候是我就是自己找几个朋友 就像我这个邻居 或者请他夫妇两位也参加我的课 七个人刚开始 义无反顾地投入每年12堂课 每次8个小时 乐当义工 学生的反应如何呢 上了这个课以后呢 我觉得会让 尤其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 开车会比较当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是很值得 大家来一起上 活到哪儿 做到哪儿 看到了 斜到哪儿 我觉得我上这个课的话 没有一个人打瞌睡 没有一个人打瞌睡 大家都很兴奋 没有人打瞌睡 季老师上课有卖点 亲自为学生颁发证书 不要低估这张纸 拿去找汽车保险 有折扣 有这个requirement 在DNV book上面 他也讲好 你要上过这个 certified的这个class的话 这个insurance 会给我们一个 一个一个benefit 所以一般是5到10% on这个liability issues 从工程师变成季老师 教学乐趣太多了 短短三五分钟的新闻报道 太少了 想要知道更多精彩的内容 找季老师报名上课 准没错 ARP会员有优惠 只要15块钱 非会员也不贵 20元 更多讯息 欢迎打电话 或上官网来查询 ARP提醒大家 小心开车 开心出门 安全回家 东西新闻 英雄文彭迪吴中国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